大家好,杨风 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全球范围内,谁是天下第一?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 于2004年上映后,轰动了武林 国际江湖又传出了这么一句话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2017年12月 俄罗斯空射型匕首导弹正式服役 俄罗斯官方宣称 这是全球第一款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射程超过2000公里 号称是速度能够达到10马赫 2022年下月 俄罗斯首次运用匕首导弹 摧毁乌方军火库 因而,这是全球第一款投入实战用的高超音速导弹 2021年10月 俄罗斯宣称 从水面上和水下潜艇发射的 高超音速导弹 试射成功 该导弹最大速度达到9马赫 可以打击1000公里的目标 不过 俄罗斯这两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在实战上 似乎不是那么的理想 2022年 乌克兰军方就宣称 极弱俄罗斯匕首导弹 日前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 乌克兰仍然宣称 极弱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对此 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回应 因此 世人对俄罗斯的这两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打上了一个问号 到底俄罗斯这两款的导弹 是不是真的具备了高超音速飞行呢? 这是个大疑问 俄罗斯接连两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被拦截 过去 被人尊称的 全球军事老大哥的面子 就不好看了 2019年 中国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 在70周年国际阅兵中亮相 这是真正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是滑翔体弹头 而且是可变轨飞行 俄罗斯争了了半天 想要做出全球第一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却被质疑在实战中 遭受美军爱国者飞弹的拦截 而美军试射多年的高超音速导弹 至今仍然无法全然成功 虽然 美军于上星期用于关岛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然而 当媒体记者询问的时候 美国空军却没有向外界透露 此次试射是否取得成功 只是表示 该次的试射获得了独特的宝贵数据 可以继续推进一系列高超音速的项目 并且还能够验证和改进 未来美军的测试和评估能力 瞧 美国军方说的话多么漂亮 以获得独特的宝贵数据 一语带过 那么,还是那句话 在全球范围内 谁的高超音速武器是天下第一呢? 依照中国军方的传统 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 于2019年公开亮相 这表示 此款高超音速导弹 至少在两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试射 2022年4月 中国海军节前夕 英纪21高超音速导弹 在视频中公开亮相 这是一款舰载版的高超音速导弹 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 飞行速度是6马赫 末端飞行速度是10马赫 单单是飞行速度就难以拦截 英纪21是基于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改进而来 至于空射型的英纪21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是由轰6K挂载 至此 不管是陆机发射 舰载版还是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都有了 然而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进程远不止于此 2023年8月 美国天机卫星监测系统发现 中国火箭军在西北训练厂发射了一枚 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以15马赫的速度 集成了在南海海域快速移动的一艘靶船 据说 美军印太司令爱奎利诺 在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 在办公室里待了30分钟才漠然走出办公室 不过 每一两年就会有新的一款高超音速导弹 都是陈波体的水漂弹头 不是俄罗斯所宣称的那种高超音速导弹 从2019年算起 到2023年4年的时间 三种不同的型号 加上空射型的英纪21 那就是四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中国大陆高超音速导弹技术 快速发展 从两个层面拓展 一、增加发射方式 这涵盖了陆基发射 水面舰艇和空射型 二、增大射程 加大射程的东风27 其射程据说可以达到5000公里 依照这样的研发速度 未来或许还会有射程 更远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里有一个重点 照理中国大陆这些高超音速导弹 其实都可以携带核弹头 不过某些高超音速导弹 未必需要携带核弹头 例如东风17导弹 让它只是携带常规弹头 如此大陆解放军 就可以用东风17随意地打击任何目标 而且是力压四方 什么是力压四方呢? 这是力压四方 同时也是计压四方 这是技术高于列国 威力也高于列国 到目前为止 没有其他国家可及 这么好用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不用携带核弹头了 省得一些国家 认为中国发射核导弹 跟你赖皮 要威胁跟你打核战争 如果中国说 这是常规高超音速导弹 那就是携带常规弹头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这种技术 力压对手 欺负对手 至于核弹头方面 中国大陆还有许多的其他的弹道导弹 可以携带核弹头 包括其他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 说到这里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武器 就只是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不止了 2021年 中国成功试验了 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行器 俗称是轨道轰炸机 当时 一位美国专家评论说 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 似乎是违背了物理学的规律 你不是要 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轨道轰炸机吗? 中国有啊 还不仅如此 跟那些海外国家气冷的事 据南华早报 以及多家外国媒体报道 中国正在进行一款新型的高超音速无人机的试验 这款高超音速无人机和之前在珠海航展展示的MD-22类似 不过尺寸明显大了些 对外界来说 事情就大了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飞行器都已经发展到无人机来了 对那些还想着在军事上能够力压中国的国家 该怎么办呢? 据报道 中国在新型高超音速无人机方面声称 其空气动力优势超过美国的F-22隐身战机 所谓的空气动力优势 有一点过于科学术语 简单说 深足比Lift-to-Drag Ratio 比美军的F-22好 据报告称 中国在新型高超音速无人机与F-22在亚音速的时候 其深足比都达到了8.4 虽然F-22的最大深足比也是8.4 但是,在超音速下飞行 F-22的深足比会显著下降 而中国的新型高超音速无人机 即使在6倍的音速下 也能够保持高于4的深足比 这意味了什么呢? 这表示 一,如此优异的空气动力性能 此新型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可以在跨音速的飞行下 取得长航程 据报道 这款新型高超音速无人机 可以达到8000公里 7马赫的速度 可以携带600公斤炸弹 这样的航程 几乎是洲际飞行 如果再加一点力 下一步就是洲际飞行了 再不然 运用空中加油 这款高超音速无人机 将摇身一变成为洲际轰炸无人机 二,如果再加把力 把无人机加大 以提升携带的重量 或是说 把速度稍微放慢一些 将载荷提高 那不就成了无人战略轰炸机吗? 总之 在未来 有许多性能上的提升 以及太多的可能性 重点在这里 中国现在的军事科研能力 相当快 刚刚才说的 从2019年到2023年 中国出现了四款的高超音速导弹 把今年的新型高超音速无人机 算进去 那就是五年五款了 这种速度实在是太过惊人 网络笑话 可能需要喝点酒 牙牙精才行 还不仅仅是如此 中国的工业能力又强 据统计 全球超过90%的无人机 是产自于中国 在消费级领域 单单是大疆公司这一家 就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70% 如果这款新型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变成了无人战略轰炸机 按照中国的工业能量和生产速度 未来 在此领域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轰炸机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些高超音速无人轰炸机 飞起来 那会是黑牙牙的一片 果成如此 请问 对手今后要怎么打 怎么应对呢 当然 美军也在想办法 据说 美军在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发展 遇到了障碍 于是呢 转了一个念头 想要转而发展 潜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个主意好 真好啊 难怪美国过去总是被世人尊称为 引领全球军事科技的发展 率先创造出军事武器的发展概念 不过 就算是潜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那不也是高超音速导弹吗 首先 得要发展出 研发出高超音速导弹 对吧 如果没有研发出高超音速导弹 不管是怎么发射 是空射呢 还是舰艇发射 还是水底下发射 总要先有个能够高超音速飞行的导弹吧 我们做一个结论 中国大陆 这样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肯定是可以何尝兼备的 那么算一算 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方面 就涵盖了各式的导弹 具备多个发射方式 从短航程到长航程 应有尽有 在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 或是高超音速无人机方面 中国也是领先 尤其是在未来的跨洲际飞行方面 那么 中国将很快具备能够携带核弹头的 轰-20战略轰炸机 以及新型的战略无人轰炸机 更可怕的是 就算将来那个过去领先全球军事科技的某大国 也研发出远程飞行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但是,由于工业能量不如中国 也只能够图护复复 望天星探了 也就是说 在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下 其他国家无从追赶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说法 大家请参考 这两年 中国民间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 一些中国的电动汽车厂商 推出新车型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往往是同个时间 推出多个新的车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表示 只要中国发展出新技术 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 都可以快速的发展出多个型号 这是中国的科研能力 和工业能力之下的综合结果 没办法 我今天都不好意思说 这就是中国速度 是不是中国速度 由大家来判定吧 昨天介绍大家一首歌 齐情的 大约会是在冬季 今天再介绍大家一首老歌 这是1986年 香港拍摄的 倚天吐鲁记主题曲 见伴谁在 由梅艳芳和梁朝伟双人合唱 其中有两句 不知你 不知我 谁武功厉害 不及内 不及我 谁 某功雷快 见世龙 见世红 藤耀 万年万代 既然是天下武功 唯快 不破 那么 谁 武功厉害 各况是 又快 又多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宩